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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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上陵阳谷呢 会比较宽 而那个通道呢 会比较窄一点 上陵阳谷呢 因为它上面的这个 这个开的缝隙比较小 所以呢 阳光是比较难照射进去 所以里面的光线呢 会显得比较 昏暗一点 那下陵阳谷呢 刚好相反 所以呢 这个阳光呢 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直接照射到这个峡谷里面 所以可以拍到比较好看的照片 可是呢 上陵阳谷呢 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呢 就是当你在中午来的时候呢 太阳光线 刚好能够透过这个缝隙 把太阳光照射进来的那一道光束 这个是最迷人的那个时刻 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呢 就是专门挑在中午的这段时间 进来上陵阳谷 来为了拍这张光束的这张照片 你们知道目前为止 这个价格最高的照片是哪一张吗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呢 就是目前为止 拍卖价最高的一张照片 当时候呢 拍卖到650万 是由澳洲的一个摄影师 Peter Lick所拍的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上陵阳谷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虽然是黑白照 可是呢 这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得见 这个光束照射进来的时候 中间的这个很模糊 朦胧的呢 其实就是沙尘所反射的那个太阳光 所以呢 当您如果有机会到上陵阳谷的时候 而你也想拍到类似这些照片的话呢 你一定要选择4月到9月这段时间 而且是要中午这段时段呢 才有机会看得到有光束照射进来 因为呢 在冬天的时候呢 太阳呢 它的那个斜度的关系呢 没办法直接把光线直接照射到峡谷里面来 接下来呢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陵阳峡谷的地貌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上陵阳谷的入口处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有很多车子停泊在外面 这些呢 就是属于导游在这个游客来的地方 上陵阳谷呢 就是在导游公司所指定的地点集合 有些呢 是在Page这个城市 有些呢 是在Navaho保留区里面的 那集合以后呢 导游就会开车 把游客呢 载到上陵阳谷的这个入口处 然后呢 来了以后呢 你们会从这里进去 那这里整个黑暗的这个细缝呢 就是属于上陵阳谷的整个峡谷了 所以从这里进去以后呢 往这里出来 它呢 整个的长度呢 为200公尺 其实呢 这个并不是很长 来到这里以后 从这里离开 在2020以前呢 一般的游客 在游览完上陵阳谷以后呢 他们会有同样的这一个通道呢 再倒回去 进出的都是同一个通道 从现在开始呢 上陵阳谷已经修筑了一个阶梯 大家可以看一张 这一张照片 沿了这个阶梯 往这里上去 那下来呢 就是来到这里 这一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所修筑的这个阶梯 那这个就是去年开始 就有了这个一个新的布道 这个就是属于上陵阳谷的地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陵阳谷 这里是上陵阳谷 那我们来看看下陵阳谷在哪里呢 下陵阳谷呢 就是 其实呢 它们是同样的这个峡谷 可是呢 它是来到这个地方 从这里就是下陵阳谷的入口处了 OK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呢 有车子停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两家都是下陵阳谷所经营的导游公司 这一家呢 叫做Dixie 然后这一家呢 叫做Kens 这两家呢 就是专门来带领游客进去下陵阳谷的 所以呢 如果您是要到下陵阳谷去的话 看您跟哪一家公司买的这个门票 然后您来到这里以后 按照这个门票的时间 那就在他们这里集合以后 导游呢 就会带您沿着这个步道呢 这样子往前走 走 来到这里 那来到这里以后 这里呢 就是往下陵阳谷去的阶梯了 刚才有说过了 差不多有100多级五层楼高的阶梯 如果有机会要来这里的话呢 要很注意 这里要小心 那待会呢 我给大家看看这些里面的照片 那这个下陵阳谷呢 比上陵阳谷还要来的更长 下陵阳谷呢 它是有差不多400公尺 好 那给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就是夏陵阳谷它的入口处的这个阶梯 那完了结束以后呢 就是沿着同样的步道 就可以回到导游公司的集合地点了 那这个就是夏陵阳谷的地貌介绍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要怎么样去灵阳峡谷 你可以跟着旅行团 大部分的旅行团是从拉斯维加斯开始的 那如果你是自驾游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选择看你是要从哪一个入口处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 因为它是属于在亚利撒纳州的北边这个地方 所以呢 如果你是从拉斯维加斯去的话 你可以往这个路线去 如果你是来到凤凰城的机场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开车 那我们上次的行程呢 就是从拉斯维加斯开始的 我是搭飞机先到拉斯维加斯以后呢 再从当地租车 再跟几个朋友会合以后呢 从拉斯维加斯往北开 先到西安国家公园 再到凌阳峡谷去 如果大家对我们上次的行程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我另外一支影片 如果你是选择自驾游到凌阳峡谷去的话呢 附近有好几个景点呢都是非常推荐的 第一个呢就是马蹄湾 很多游客来到凌阳峡谷呢一定会到马蹄湾去看的 除了马蹄湾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Monument Valley 这个地方呢是很多美国的西部电影都会在这里取景的 还有一部很出名的电影就是阿甘正传 也是在这里取景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西边的 就是西安国家公园 这个也是要开车两个小时距离 那北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公园都是可以参观的 那往南走的话呢就是大峡谷国家公园了 大峡谷公家公园距离 那凌阳峡谷呢也差不多是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左右 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下凌阳峡谷的门票好了 那这个上凌阳谷呢它的门票是差不多从80到100左右 上凌阳谷呢有五家公司在经营 所以呢他们所收取的门票也不一样 而且呢有一些公司它在中午的这段时间 所收取的这个门票呢会更贵 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中午这段时间呢 很多游客也许想要进去拍或者是看到这个光束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导游公司呢他们特别的安排了中午这段时间呢 是属于属于这个比较贵的这个时段 那下凌阳谷呢会比较便宜 目前为止这两家公司所收取的费用都是一样50块钱 那不管你是到上凌阳谷还是在下凌阳谷 这两个地方呢你都需要额外付一个8块钱的 Navajo公园的这个入门票的 那这个8块钱的入门票是交给Navajo政府 如果您是同一天参观上凌阳谷和下凌阳谷的话呢 你只需要交一次的这个费用 那如果你是分开两天的话呢就是每一天8块钱 那上凌阳谷跟下凌阳谷整个行程呢也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 要参观凌阳峡谷呢有几样东西是不能带的 第一你不能够带三脚架 如果你要拍照的话呢你只能够用手持的照相机 或者是用你的手机照相 然后是不能够带三脚架 你不能带GoPro这些运动型照相机 还有呢就是你也不能够在里面摄影 所以一个摄影机呢是不能够带进去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也不能够在里面玩空拍机 那至于背包呢最近我看到的上凌阳谷呢他们是可以允许一个家庭可以带一个背包 下凌阳谷呢你只能带一个透明的带子进去 在凌阳谷里面它里面的这个空间会比较狭窄 当地的政府会担心大家的背包会把这个杀岩石墙呢磨损掉 所以呢不允许大家带背包进去 还有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呢就是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呢 凌阳下谷也许他们会把它关起来 因为上下凌阳谷呢都是属于在户外的 他们也会担心呢有突然间会有洪水来的危险 所以呢如果是下雨的时候他们会把上凌阳谷已经下凌阳谷都关闭起来 那有可能就不能够进去了 所以这一点是你要很注意 如果是下雨的话呢事先先跟导游公司联系一下 看看当天有没有正常的进行 如果你到了这个凌阳峡谷你不用担心自己的拍照技术不够好 因为呢在里面的导游他们通常呢 对在哪个角度或者是一些手机的这个参数呢 他们都很熟悉 你可以让这个导游呢来帮你拍照 或者是教你如何怎么抓这个角度啊 或者是调这个手机上的这个设定 那如果有些游客想要用三脚架来拍到峡谷里面的照片的话呢 你可以参加另外两个峡谷的团 他们呢就是神秘谷还有就是领阳峡谷X了 那这两个峡谷呢都不是这上领阳谷以及下领阳谷 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点 地貌呢跟领阳谷很接近 他们都是很狭窄的这个峡谷 而且呢他们这个沙颜石墙呢也是一样有细致的纹路 那如果您是有兴趣想要用三脚架来拍里面的这个风光的话呢 您就可以选择参加这两个团 如果你问我说上领阳谷跟下领阳谷哪一个比较值得去玩的话呢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到下领阳谷去 因为它里面所拍出来的照片呢真的会比较漂亮 除非那你是能够买到特别的黄金石段到上领阳谷去 而且有机会可以看得到这个光束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关于领阳峡谷的资料 我知道这个资料会有点多 所以这个影片呢会可能有点长 那如果你能够看到这里的话呢 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那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 关于领阳峡谷的这个资讯 你可以看那个资讯栏里面有我的网站 在我的网站里面呢就会有详细的介绍 还有呢就是这些导游公司它们的连结 你都可以在我的网站里面找得到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是对这个影片有什么建议的话 也请你留言给我 那我希望呢下一次呢我可以做其他更多更精彩的影片 来分享给你们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